欢迎收看本期的青秋雨季 我是你们的月影 俗语男怕低头走 女怕老抬头的意思是说 男子最怕低着头走 为什么会低着头走 是因为羞愧 自己也没什么成就 也没什么地位 怕见到人被人轻视和嘲笑 当然也有另一种解释 低头走的男子比较内向 性格木讷 旁人很难知道 他到底在想些什么 男子是一家之主 家中的顶梁柱 无论是以上哪种情况 一事无成性格内向 这样都很难承担起 一个家庭的责任 女怕老抬头是说 女子太过强势 在家中像个汉妇 无所畏惧 走落挺胸抬头 仿佛天下唯我独尊版 这样的女子 是不得老人喜欢的 而且也会使得她的丈夫 很难受 很没面子 若是两人真心相爱 男方可以包容她的各种 无理取闹 那还好说 最怕的就是时间长了 男方会心生不满 两人之间有了缝隙 这个家也就不成家了 时代在进步 社会在发展 现在讲究的是男女平等 女子不是只能在家中相夫教子 他们也可以有自己的事业 去过自己想过的生活 所以有些家庭会形成 女强男弱的一种局面 我觉得这并没有什么 只要男方肯为这个家 去拼搏奋斗 那么就没必要自卑 如果不想要这种相处模式 那可以让自己变得更优秀 努力跟上女方的脚步 这都是取决于自己的决定 作为女子 要做到刚柔并济 一个家的维持 要靠夫妻双方 女子在家中 可以争取自己的话语权 发表自己的意见 但是要有个度 不能太过武断专权 这样并不利于家庭的和谐 也就是女子要做到 该强势时强势 该示弱时示弱 自己把握好一个度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关注我 和我一起传承祖辈